各位早上好 欢迎您继续加入第二个小时的凤凰早班车 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25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上午11时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 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主持晋衔仪式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南部战区政治委员王文权 海军司令员胡忠明 晋升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精神抖擞来到主席台前 习近平向他们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 佩戴了上将军衔兼章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 向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敬礼 全唱响起热烈掌声 进行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 随后习近平的领导人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 凤凰卫视综合 我们再来继续地跟进一下以哈局势 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圣诞节假期期间继续地发生冲突 中部麦加勤难民营遭到了乙军的空袭造成了106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亡 而埃及就提出了一个分阶段停火以及释放被劫持人员的方案 不过哈马斯就表明不会放弃对于加沙的管制权以换取乙军之永久停火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亲自到了加沙的前线视察 也强调不胜利不停火 以哈冲突踏入第80天 正值圣诞节 加沙南部入夜之后 哈马斯发射的火箭与截击火箭的乙军防空导弹不断升空 照亮了黑夜的天机 乙军的炮艇沿着加沙的海岸攻击路上的目标 有建筑物接连遭到攻击 发生爆炸冒出大量浓烟 乙军指那是哈马斯的巢穴及绍岗 斡旋乙哈冲突的埃及和卡塔尔向乙哈双方提交了一份停火方案 包括乙军全面撤出加沙 释放所有被劫持的人质和被求人员 成立一个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人员组成的政府 代替哈马斯管制加沙 方案将会分三个阶段实施 首先以一个多月时间处理释放人员 之后再磋商 日后联合巴勒斯坦法塔赫等派系取行选举 选出一个共同的巴人政府 管制加沙及西岸两个巴人地区 结束两地目前分治的局面 不过哈马斯巨报已表明 不会放弃对加沙持续了16年的管制 以换取乙军永久停火 同时拒绝释放人质以外的任何让步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国会发表讲话时 也表明不会停战 不过在场旁听的人质家属就不断高呼 现在就要救回人质 内塔尼亚胡并到加沙前线视察战况 并慰问士兵 他向士兵强调继续打击哈马斯 才能够迫使对方释放人质 他保证政府不会现阶段就停火 只有在取得全面胜利后才会停止战事 为于加沙地带中部的麦加奇难民营 在24号平安夜遭到乙军空袭 多座民房倒塌 超过100人死亡 当中大部分是妇女及儿童 这是以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 其中一起伤亡最惨重的空袭 以军表示正展开调查 除麦加奇难民营 加沙中部的布赖捷难民营 以及南部的汉尤尼斯 也遭到袭击多名8人死亡 以军声称 打死了汉尤尼斯地区的哈马斯指挥官 以军则再有两名士兵阵亡 自从10月20号地面战以来 以军阵亡人数上升至156人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以色列25号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实行空袭 一名派到当地工作的伊朗革命卫队高级顾问 因此而身亡 伊朗革命卫队的其后就发表声明 始言以色列将会为此付出代价 据报道 这名在叙利亚担任军事顾问的革命卫队官员 名为穆萨维 负责协调叙利亚和伊朗之间的军事联盟 25号 他在以色列对大马士革的空袭中丧生 穆萨维是伊朗革命卫队前指挥官苏兰曼尼的同伴之一 苏兰曼尼四年前在伊拉克被美国暗杀 目前还没有关于这次袭击事件的更多细节 革命卫队25号发表声明 称穆萨维是苏兰曼尼的战友之一 负责支持叙利亚的抵抗政见 革命卫队挨到这位将领的迅滥 并表示以色列将为这一罪行付出代价 凤凰一事李维正卡木森 德海兰报道 而接下来看到是有一艘被指与以色列有关联的商船 日前是在印度的西岸阿拉伯海海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而印度媒体在25号也曝光了船体的损毁情况 我们看到画面是遭到袭击的商船 是由印度的海岸警卫队护送到了孟买 而印度海军发放的照片也显示 船体损毁很严重 破了一个大洞 而在周边也烧成了焦黑 这一艘是悬挂着利比利亚国旗的商船 原本是用于运送原油 要从沙特阿拉伯出发 原定是开往印度的南部港口 当时船上有约20名的印度船员 在商船预袭后爆炸起火 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25号否认 美国有关伊朗发射无人机 击中印度洋一艘化学品船只的指责 卡纳尼就称 美国是以色列在加沙地带 进行种族灭绝战争的同谋 没有资格对伊朗提出要求 美国五角大楼称 23号一艘化学品船只在印度洋 被一架从伊朗发射的无人机击中 对此卡纳尼在外交部美洲 立即发布会上语议否认 卡纳尼说应该被指控的是美国 卡纳尼还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 对加沙的袭击 他警告说 如果珍珠党加入战事 战争有可能会扩大 这将使以色列遭受大地震 卡纳尼还批评安理会通过的决议 表明美国在全面支持以色列 美国要为加沙战争最新负责 呼吁和平解决伊朗和 阿尼聪之间的领土争端 引起了伊朗的不满 对此伊朗外交部23号 召见了俄罗斯临时代办 表示抗议 上周二 瑞典上诉法院 维持对伊朗前警察官 哈米德奴隶 因谋杀和违反国际法的严重罪行 判处他无其突行 对此 卡纳尼表示 这一裁决不公正和令人愤慨 伊朗将继续为释放奴隶 做出外交奴隶 以哈冲突持续 伊朗对于在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 感到非常的关键 卡纳尼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 同时希望国际社会采取负责任的措施 使加沙尽快停火 富豪卫视 纽约志凯姆森 德凯安报道 一路看下来 中东还是不平静 因为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战斗 不断的扩大和蔓延 也首次出现了爆发大规模冲突的迹象 不过叙利亚的军事专家相信 以色列与真主党 现阶段的大规模冲突并没有好处 而当真主党感觉到哈马斯开始崩溃的时候 或许会更广泛的参与战争 来看本台驻大马士哥记者发挥的报道 最近黎巴嫩真主党 目前无法承受以真主党爆发大规模战争 而战争的巨大损失 以色列是不会企图继续扩大 以真主党的针对行动和作战方位 以色列与战争都没有办法 是正式战略专家还指出目前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来决定黎巴嫩政治党是否会扩大于以色列的作战范围 这就是当政治党感觉到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开始面临崩溃的时候 这很有可能会推动政治党以权力与以色列战斗 但至今还是没有任何信号显示出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开始面临崩溃的迹象 استمرار اسرائيل في محاولاتها لتنفيذ الأهداف التي أعلنتها في بداية الحرب التدمير الهمجي لقطاع غزة هذا الأمر بالتأكيد قد يدفع حزب الله إلى دخول الحرب في مرحلة يشعر فيها من المقاومة الفلسطينية في طور الانهيار هذا الموضوع بالتأكيد سيكون له انعكاس كبير على قرار حزب الله في دخول الحرب ولكن حتى الآن لا يبدو أن اسرائيل قادر على تحقيق هذه الأهداف 尽管表面上目前以色列与利班人 政治党的战斗开始慢慢拒大 但繼續专家表示 这一战斗方位还是在可控的方位内 尤其是因為以色列在這一階段沒有任何利益 来与利班人 政治党爆發的冲突 另外 利班人 政治党也還是沒有感覺到 巴勒斯坦抵抗力量開始面臨崩潰的可能性 近期以色列在日內瓦聯合國召開緊急會議 指責巴勒斯坦反猶太教育是資深恐怖主義的土壤 人權理事會應當予以重視 但是會議沒有提及以方的軍事行動以及自身極端教育的問題 近日 以色列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團和以色列學者 在萬國宮舉行了一次緊急活動 陳述巴勒斯坦和哈馬斯發動10月7日恐怖襲擊背後的意識形態 告誡人權理事會 巴勒斯坦地區對青少年 反猶太和非人性化教育 是恐怖事件滋生的誘因 以色列大使和學者們強調 巴勒斯坦的教科書中充斥著大量關於《虐殺猶太人是靈魂救贖行為》等非人性化教育 會議認為 阿拉伯很多國家都在實施寬容且積極的教育改革 聯合國應該呼籲巴勒斯坦改革教科書 讓下一代青年與猶太人和平共處 而且這些記書書說年輕人的經濟墜徒 которыеキリスト他們是倫敬人 他們是虐吃等了我 他們是在死人的傳統 他們應該被殺人 他們應該判斥大力保持了 這件事真有重要的含有意味 這些記書書說年輕人的死人是好生日和生命 他們提示基於小人的攻擊犯狀犯 这次闭门会议没有邀请不同政见者参与 没有提及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误伤人质及外部质疑以方的极端教育等问题 以色列学者的逻辑是 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地区 长期以来的反犹太教育 助长中东冲突 因偏见而滋生的意识形态和仇恨言论 导致了哈马斯恐怖袭击 而引发战争的恶化 凤凰也是张伯蒂 瑞士 日内宝报道 而今年的圣诞对某些地方来讲非常沉重 因为以哈冲突跟俄乌战争还在继续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哥25号 是在梵蒂冈发表的圣诞文告 他也呼吁结束全球冲突 而加沙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低调共度圣诞 在乌克兰前线 有牧师为士兵送上了圣诞祝福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哥 在圣诞至此中呼吁结束全球冲突 严厉打击全球武器贸易 这就是战争 方济各幼稚 以哈冲突正摧毁当地人民的生活 他对10月7号袭击事件的受害者感到难过 再次呼吁释放被扣押的人质 停止造成无辜平民伤亡的军事行动 他希望巴勒斯坦问题能透过真诚和坚持不懈的对话来解决 方济各又提到叙利亚 野门 乌克兰 苏丹 朝鲜半岛等 希望这些地方能够达成持久和平 在加沙拉法 流离失所的巴人们围坐在篝火旁 低调共度圣诞节 战争夺去了圣诞节的氛围 他们无法像往日一样装饰圣诞树或去教堂祈祷 有巴人表示他们时刻惦念那些消失的生命和损毁的房屋街道 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一座教堂 信众们参加圣诞弥撒并进行祈祷 伊拉克今年的圣诞庆祝与往年不同 出于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 以及哀悼今年九月婚礼火灾的百余名遇难者 庆祝活动将仅限于圣诞祈祷 不再有圣诞装饰和灯光点亮 饱受战火摧残的还有乌克兰 当地今年首度在12月25号庆祝圣诞节 在基辅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有许多信众清晨前来参加圣诞弥撒 有信众表示 很高兴与全世界一起庆祝圣诞节 希望新的一年能够实现和平 幸福和胜利 而在乌克兰前线顿涅茨克地区 有牧师一边唱着圣诞歌 一边向正在执勤的乌克兰士兵 分发巧克力 并送上圣诞祝福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要早开更多家点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到 是蓝苍江美工和合作第四次领导人会议 25号发表了内比都宣言 蓝梅合作五年行动计划 2023到2027 以及蓝梅地区创新走廊建设 共同倡议 当中提出要促进经济复苏 加强打击跨境网堵电站 加强科技创新交流 共同应对挑战 宣言指出 六国应不断增进互信 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深化务实合作 共同应对挑战 携手促进蓝梅地区的和平 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六国重申将合作应对 共同挑战 促进经济复苏和区域繁荣振兴 将本着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推进蓝梅合作 支持在中方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框架内 开展高质量合作 六国强调 进一步强化执法领域务实合作 加强打击跨境网堵电炸 毒品贩运 贩卖人口等犯罪活动 同意有效落实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进一步提升区域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 降低非关税贸易壁垒 支持东盟共同体后2025愿景 同意加强新能源政策交流 和新能源领域合作 包括电动汽车 光辅等 蓝梅六国并提出 蓝苍江 湄公河地区 创新走廊建设共同倡议 当中列出了多项合作倡议 包括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 在蓝梅区域合作各项议题中的作用 加强各国科技创新政策交流与对接 加强科技创新人才交流互动 重视科技创新在减频合作中的作用 提升科技创新对于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支持卫生健康领域的科技合作 深化数字领域科技创新合作 提升绿色技术合作水平 促进创新创业的国际合作 探索建立蓝梅地区创新走廊会晤机制 根据需要举行会议 就创新走廊建设政策协调 新兴技术趋势 合作平台与项目等优先议题进行商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乌战士最新进展示看到的是乌克兰 今日前在赫尔松里右岸 击落了俄军三架苏34战机之后 25号也表示 防空部队在马里乌波尔的腹地 再击落了一架俄军苏34战机 有关此前 俄空天军的三架苏34战斗轰炸机 在赫尔松右岸的克雷诺克地区被击落 俄罗斯国防部并没有官方的信息 但是俄罗斯消息人士提供了部分的确诊 星期一 乌方又称 有一架俄空天军的苏34 在马里乌波尔被击落 专家们也质疑 乌军的防空系统在乌克兰控制区内 完全有这种距离上的可能性 但是俄罗斯官方也并没有确诊 俄罗斯专家认为 俄军失利的重大的原因 这应当是初心大意和清敌 我们佛华卫视是从2022年的 2月25号进入敦巴斯地区 同时参加了马里乌波尔战役的 整个过程的报道 现在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 接近快两年了 当然了我们仍然在顿巴斯前线 是关注着特别是在顿巴斯北线 南线中线的一些军事态势的发展 星期一 巴赫木特作战方向 这也是整个顿巴斯前线 最热门的战斗地区之一 俄罗斯武装部队正在积极攻击 伯格达诺夫卡的中心 目前距离这个定居点的外围 约500米左右 俄军在巴赫木特伊万诺夫斯科耶 高速公路上也占据了有力的阵地 这使得俄军能够更加接近 伊万诺夫斯科耶的顶居点 星期一 扎波罗热俄军的方面军报道表示 乌军加强了对拉伯地诺 维尔伯沃耶地区的活动 在这个区域防御的俄军的散兵部队 得到了俄军南部军区58集团军 一支特殊的风暴特遣队的资源 当然这支特遣队训练还有相当不足之数 但是他们正在对维尔伯沃耶发起攻势 俄罗斯专家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顿巴斯前线的部队 已经接到了命令 不准撤退 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目前的接触线 即使是付出了最献心的代价 也要坚守 富豪卫视卢语光 伊万 巴拉曼 乌拉特 马里 乌波尔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5号宣布 俄军已经彻底解放了乌克兰顿涅茨克的马林卡村 普京则是指示邵伊古 要尽快地与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来探讨俄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不过乌军 塔夫里亚作战集团发言人则表示 马林卡被完全占领的说法并不准确 战斗仍在继续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周一向普京汇报 俄乌前线马林卡战役情况 表示 俄军已经完全解放马林卡 早在八年前 马林卡这座城市就已经被卷入了顿巴斯战役 据绍伊古介绍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马林卡用了九年的时间 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要塞区 并通过地下通道连接起来 几乎每条街道都有一个要塞结构 而夺取马林卡也降低了乌军的防御能力 为俄军采取进一步行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普京则表示 夺取马林卡不仅可以让乌军从顿列刺客撤出 还将扩大俄军的作战空间 同时 他也只是绍伊古 要其余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探讨俄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在连连接触下要在南法律里面 对于美国的战онов 西莫夫 探设好重大俄军 那选择 是重大连接触 在前往 跟连接触 跟连接触 在近互相互 一样啊 选择 我们在选择 在前半竺 俄军中巴掌 宽布的 一样 当天,普京在会舰上一股前,还在圣彼得堡的北维尔夫造船厂参加了入武舰艇升旗仪式,并表示,到2035年,俄罗斯的造船厂将计划建造一系列护卫舰、小型导弹和巡逻舰以及海上扫雷舰,并强调,这些计划一定会得到落实,俄罗斯将在所有战略方向和世界海洋地区质量上加强其海军力量。 把镜头转到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25号继续爆发反政府抗议集会,那警方当天就24号市政厅前发生的示威公布调查结果,指出事件是造成8名警察受伤,有38名的暴力袭击者因此被拘留。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总统伍希奇25号与俄罗斯驻塞尔维亚大使哈尔勤科举行回面。俄方表示,西方煽动局势的企图显而易见。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大批抗议者25号聚集在多个政府大楼外,首举选举盗窃等标语,高呼公开选票名单等口号,表达对早前议会选举结果的不满,并呼吁彻查违规行为。 有示威者通过禁锁等方式封锁政府建筑附近的街道,抗议选举舞弊。 当天,塞尔维亚内务部警察局公布前一晚贝尔格莱德市议会前抗议活动的调查结果。 24号晚间,1000多名抗议者在首都议会大楼前举行示威,要求废除12月17号举行的议会选举结果。 当局称,警察遭受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袭击,示威者向警察投掷了火把、棍棒和石块。 还打破了市政厅的窗户和正门玻璃。 随后,警方使用胡椒喷雾驱散示威者,没有攻击任何人,并依法拘捕涉事的暴力袭击者。 警方会进一步调查,可能拘捕更多嫌疑人。 事件发生后,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就俄罗斯对骚乱的提前预警表示感谢。 塞总统伍奇奇24号当晚在公开讲话中表示,贝尔格莱德没有发生任何革命,国家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捍卫民主,并于25号再次谴责暴力抗议行为。 伍奇奇当天还接见了俄罗斯驻塞大使哈尔琴科。 哈尔琴科在会晤后的公开路面中表示,武器奇有关于西方在塞尔维亚煽动和支持抗议无可辩驳的证据,并强调动摇武器奇政权的企图与其不参与反俄制裁的坚定立场有关。 哈尔琴科还称,双方在会谈中还就两国双边合作展开讨论。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5号据报就示威事件评论称,西方国家企图集体煽动塞尔维亚本已紧张的政治局势是显而易见的。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也表示,塞尔维亚能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俄方不会干涉谋游内政。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看到塞尔维亚的反政府示威在持续当中,俄罗斯驻塞大使说,有证据显示示示威活动是受到西方煽动。 那么相关话题再次醒来,时日评论员郑浩先生帮我们点评分析。 郑先生您好。 姚智早上好。 我们看到从刚刚的新闻片段当中,看到示威人士除了集会游行之外,他们还在破坏着政府建筑物的一个暴力行为。 所以您认为西方煽动这场塞尔维亚的反政府示威到底用意何在呢? 发生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这场因为选举反对派不接受选举结果而发生的示威演变成最后的暴力事件。 虽然从目前来看整个的大局已经受控,而且这次发生在首都的示威游行暴乱,它没有蔓延到塞尔维亚全国。 因此应该说这个大局是可控的,目前来看基本上是控制住了。 但是从这次的因为选举,表面上看是因为选举而发生的这场小型的这样的一种骚乱。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类似的这样一个迹象,好像比方说在白俄罗斯选举,在哈萨克斯坦的选举都发生了这样的类似的因为选举所谓的不公而引发反对派, 视为游行人士的爆发这种暴力的或者叫这种冲击议会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确实在过去我们也看到了类似这样的一个影子,而贝尔格莱德也包括莫斯科在第一时间都把他定性为在背后有西方政治势力的一个介入。 那么应该是这么说,这场选举呢,从选举的结果来看,确实也不出人意料, 因为在这个伍奇奇他领导的,其实他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已经辞去了这个直指党塞尔维亚前进党的主席, 把这个党主席的职位推荐给了,就是提拔给了塞尔维亚的前国防部长伍奇维奇, 现在是由武奇维奇来担任塞尔维亚前进党的党主席,但是呢,毫无疑问,背后的这个实质的领导人还是武奇奇, 那么在这次选举当中,他赢得了国会议席的46.7%的议席,应该是占了绝大多数, 而且呢,在65个城市的地方议会选举当中,有超过一半,是塞尔维亚前进党的候选人也是当选, 那么于是乎呢,西方的观察员,因为西方是派了这个观察员到当地来监督, 或者叫这个监察选举的整个的进程,第一时间,第一时间,就说, 选举存在舞弊,包括有灌票,灌水的灌,灌票,买票,贿赂,另外呢,就是武奇奇, 利用他的权力来操纵国营的媒体,替这个塞尔维亚前进党做宣传, 而偏袒这个前进党,忽略了其他政党的候选人,第一时间,西方的观察员, 首先通过西方的媒体,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宣传,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当然,反对派在这样的一种宣传之下,他们就不可能来接受, 本来他们就有情绪,因为这个大选本来是在2026年才举行, 但是呢,武奇奇搞了一场所谓的叫政治运动,他在五月份的时候, 就说,开这个党代表大会,就说我要搞一次政治运动, 来稳定这个前进党,未来两到三年,执政地位, 本来,提前大选,解散国会,反对派就不赞成,就有意见, 就攻击武器起,再加上西方的选举之后的这些小动作, 一时乎,这把火就烧起来了,所以莫斯科认为, 莫斯科认为,这场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发生的 这个示威优行事件和西方搞颜色革命, 是有一定的关联,有一定的道理,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知道塞尔维亚在很多的方面和西方和欧盟是不搭调的, 比如说在俄乌战争,比如说在这个科索沃这个事件上, 西方都是支持科索沃,都是反对武器起, 不全力的来支持乌克兰,而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的关系 非常的接近,非常的好,那当然这个塞尔维亚和中国也是好朋友, 武器起也是中国的好朋友,因此西方国家借着塞尔维亚要求 要加入欧盟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就不断的向塞尔维亚向武器起施压, 通过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各个方面来向这个武器起施压, 但是武器起呢非常的强硬,他呢基本上是不接受欧盟对他的一个施压, 所以这场选举就成为西方国家,要关注塞尔维亚是否变天, 是否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是否对这个武器起更加有利等等, 一系列的一个观察和小动作就出现了, 所以莫斯科认定他有颜色革命的影子, 也有在曾经在白俄罗斯和这个哈斯克斯坦发生的暴乱, 选举之后的暴乱都以一定的关系,确实呢是有一个证据的, 当然我刚才也说过,目前呢这个大局已经控制住了, 但是未来欧盟如何来对待塞尔维亚, 而塞尔维亚的政局是否能够进一步的保持稳定, 还有待观察,两位。 好的了解,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一会见。 欢迎回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 25号上午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审议多件法律草案。 会议由委员长周乐际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沈春耀做的, 关于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宪法法律委建议经本次会议审议后, 由常委会决定将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 会议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淑洪等分别做的, 关于公司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关于慈善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关于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关于刑法修正案12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等分别做的, 关于突发事件应对管理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委员长会议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监督法修正草案的议案,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伍增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国境卫生检疫法修正草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审议矿产资源法修正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海关总署署长余建华、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分别做了说明。 委员长会议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勇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广东省珠海市、 拱北口岸、东南侧相关陆地和海域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王林贵做了说明。 会议审议的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邓丽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 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内加尔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议案的说明。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名为主任委员巴音·潮鲁等人, 分别做的关于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国家发改委在15号也发布了越港澳大湾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要进一步的深化任港澳合作,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行动计划也提出了优化市场准入环境, 研究进一步的取消或者是放宽对港澳投资者的资质要求、持股比例、行业准入等限制。 同时也会进一步的优化通关流程和作业方式, 要结合实际的需要,推动更多口岸实施24小时通关。 那么这一份的行动计划也提出扩大金融业, 对港澳开放支持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与港交所深挖互实合作, 要做好债券通知南向通,推动债券市场双向开放提速。 那另外一方面,行动计划也明确将会优化港澳专业人士, 在大湾区内地的职称申报评审机制, 研究在部分的重点领域率先的推动港澳专业人才在大湾区内, 还有大湾区内地的便利职业。 内地媒体报道,内地部分的省份为了稳经济补短板, 已经开始准备2024年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 根据中国债券信息网的数据, 江苏、河北、山西还有海南等地, 已经披露了2024年第一季地方债发行计划, 预计发行规模超过2200亿元人民币。 而至于安徽、甘肃和宁夏等地, 也组建了2024年到2026年, 当地政府债券承销团, 为明年发债做好准备。 中国财政部早前明确, 今年要提前下达2024年部分新增地方债额度, 市场普遍预计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 要关注财经面移的消息, 市场对于内地加强网络游戏行业兼广的担忧增加, 而内地有多家的游戏公司在周一也先后的宣布股份回购计划。 我们看到当中, 完美世界三七护鱼和巨人网络都发出了公告, 提议回购价值1亿到2亿元人民币的股份。 而吉比特和中文传媒也在周一收盘之后表示计划会回购价值5000万元到1亿元人民币的股份。 国家新闻出版署在上周五发出这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引发了行业矩阵。 当局随后表示会认真地研究各方的关切和意见, 并且进一步地修改完善。 周一又新批了105款的新游戏, 创下单次审批数量新高点。 再来关注到的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未来一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 近年来各地都高度地重视科技创新的投入。 在天津市今年是利用了存量楼宇建设科创园区, 服务周边的大学师生也希望以人才为核心, 在盘活存量资产当中寻找经济新增长点。 这个初创企业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天开源会给我们相应的这个专项政策支持。 比如说我们企业今年就成功获批了天开源的高端创新人才项目和企业研发专项, 那么分别给予这个政策支持是100万这个额度。 胡浩峰既是一名大学老师,也是科创企业的老板。 今年5月18号,紧邻着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天开高教科创园开源, 胡浩峰的创业公司就成为首批入住的企业, 带领十多名学生,他将学校的研究成果带到企业,进行成果转化。 科创园的公司有简单的实验室,可以进行技术验证, 公司离学校也是一墙之隔,精密的实验可以到学校实验室进行。 30年前我们做高音区,实际上是以厂房、机器和技术为核心的, 那么现在是以人才为核心的。 南开也好,天津也好,在我们整个国家整体的这里面, 我们是一个部分,代表了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使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也就是说我们靠买,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我们这个路啊,我们已经做到极致了, 那么下面我们可能要改变以前跟跑的这种方式, 变成并跑甚至于领跑。 谈到科技创新园区的时候, 其实全国各地很多,尤其天津也有很多, 天开园它有怎样的一些独特的优势? 天开园本身呢, 它原址是我们南开区的存量的一片资产楼域。 普通的城市更新呢, 往往会把这个城市更新的项目作为房地产和商业去开发。 但是我们天津市委市政府用科技创新这个题材去做城市更新, 就存量当中带来增量, 历史当中我们展望未来。 凤凰问世, 霍伟伟, 天津报道。 台湾大选最新民调显示, 国民党的好感度上升4.6%, 达到了43%, 领先于民进党与民众党。 国民党大选候选人侯友宜出席活动期间, 承诺将农田水利会还给农民, 来争取农民的支持。 据青绿媒体美丽岛电子报最新民调显示, 参选三党好感度都有上升的趋势, 国民党好感度上升4.6%到43%, 领先民进党的41.7%, 而民众党则升至35.4%, 侯兆配支持率升至33.9%, 增幅最大, 最近赖销配的38.2%, 科无配继续以16.1%垫底。 侯友宜25号出席水利会意见表达会, 争取农民支持, 并向农民承诺交还水利会。 过去一支力挺蔡英文的前桃源水利会长黄金称, 导歌向侯友宜到场表达支持。 侯友宜承诺提高老农津贴至每月一万元台币, 并建立农业缺工人力平台, 解决农亡期间缺乏人力的问题。 对于有人挑拨蓝营, 趁侯友宜在凯道造势活动上握手故意跳过韩国瑜。 韩国瑜当天出席台南造势, 不仅力挺侯友宜为他拉票, 还支持他恢复特征组打击贪污的证件, 破出有关两人不合的谣言。 凤凰卫视最后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 一会儿见。 本期假日我们再关注到是欧洲, 这是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的会议, 25号是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 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表示了, 欧亚经济联盟10周年峰会将会在2024年的5月份, 就会在莫斯科登场, 而且他也对于各成员国的经济表现表示满意。 普京在会议召开之前, 分别也欢迎亚美尼亚、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和基尔吉斯斯坦的领导人。 在会议期间, 普京对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表现表示满意, 也说他们实现了稳定增长。 而他也提到, 俄罗斯前三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 到年底有望达成3.5%的增长。 他也透露与埃及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起草工作, 进度良好, 也希望能够尽早签署。 另一方面, 欧亚经济联盟刚与伊朗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普京也表示祝贺。 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25号表示, 截至12月24号, 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旗舰项目亚万高铁, 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万人次。 开通运营以来, 客流保持高位增长的态势, 为沿线民众提供了安全便捷的出行体验。 23号恰逢周末与当地公共假期相连, 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哈利姆车站可流激增, 负责运营亚万高铁的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根据列车车票的预售情况, 及时调整优化列车运行图, 增开动车组列车, 开行列车对数有所增加, 进一步的提升运输能力。 英王查尔斯三是在25号在白金汉宫发表了 自今年5月加冥以来的第一次圣诞致词, 也呼吁民众在当前全球冲突日益加剧的情况之下, 要团结一致,互相保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祈求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力量 保护其他人 等手工制成的这天然可持续装置物 也体现了她的环保理念 当天查尔斯与王后卡米拉 以及其他的英国王室成员 前往教堂参加圣诞弥萨 25号的圣诞日 群求多地民众在这一天 与亲友共同欢聚 在德国柏林一个游泳会的 20多名会员相约在奥兰克湖 举行传统圣诞日下水礼 参加者的仪着围绕圣诞主题 多数人头戴圣诞帽出席 也有人细心打扮 也有人穿得相对保守 当天气温超过10摄氏度 这个温度下水 对参加者来说绝对没有难度 过去有些圣诞日 天气非常寒冷 湖面都结了冰 想要下水 没这样轻松 先要一出冰块才行 保大利亚的心仪 气温相对和满 全天平均约20摄氏度以上 不少民众趁着假期到邦地滩 进行各项活动 沙滩人山人海 除了有民众畅拥 还有人滑浪 和朋友欢聚 尽情庆祝 当中步伐外国游客 聪明天主教的圣玛丽大教堂 悉尼大主教费希尔主持圣诞弥撒 很多信众参加 他提到巴以局势造成生灵涂炭 牺牲无辜百姓 方卫视综合报道 要看到香港 23号起 展开一连四天的圣诞假期 出入境人次是连续三天 突破了100万人 你看到在25号圣诞节 当天一共是有超过101万的人次 经过了香港各口岸来出入境 那其中有48.2万人次出境 以及53.5万人次入境 在出境人次当中 选择罗湖口岸的最多 有超过了10万人次 其次是洛马州支县口岸 而有9万5千人 明天也就是上班日了 也预计今晚将会是 港人的返程高峰 香港一连四天的圣诞假期 踏入尾声了 再一次跟随我们的镜头 来感受一下香港各区 浓厚的圣诞气氛 一起欢欢 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去守定我们各节新闻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